中文大學 我是東方農師的孫敏謙 今年讀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綜合課程的三年級 很開心可以獲得 香港足球總會職業足球員獎學金計劃 經過我這七年時間 為何會堅持一邊讀書一邊踢球 當有機會踢到職業足球 當然我會落力去做好自己 自己的決心都是很重要 因為始終你選擇做職業運動員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都要犧牲你自己 平時消閒的時間 可能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會影響到 你訓練的質素、比賽的質素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成為一個 職業運動員的話是 心態最重要的 玩足球讓我讓我 去承諾自己 而學習讓我去承諾自己 去承諾自己 自己作為一個例子 我入科大都是以 運動員的身份去入大學的 其實這樣都反映到 其實大學一來很重視 學業上的成就 之外的體育、運動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自己可以成為職業足球運動員 我覺得是一個身份認同 除了是告訴現在這一代的人 其實職業足球運動員 這條路可以走 也是帶給新一代的一個思想 就是其實運動和學業 可以同步進行 所有的父母都想自己的子女 可以在學業上有一個穩定的基礎 再進一步在自己喜歡的興趣發展 當你有一定的進修 你可以選擇的出路都更多 有很多回憶或者經歷 是讀書是給不到你的 這樣一度讀書一度踢就算多辛苦 都是值得的 可能在比賽上有些成功 在學業上有不倒業的話 那種成功感 是有錢都買不到的 希望自己不要辜負了獎學金 得到獎學金的機會 因為始終可能很多人 都未必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也很感恩 可以自己得到這個獎 請支持香港足球運動員